哈喽,各位大家好,我是草苗Def 今年這個農曆年呢,多了一些很多不一樣的活動 那主要這個部分是針對在日版的資訊 不過台版也有類似的活動 不妨我們在玩台版的人也可以多少聽聽看 好,首先我們第一個活動內容是有一些新增還有復刻的活動 在日版呢,這邊新增了一個共鬥的皇家女不對 對,這以前有神經上過,那這次是第二次做為復刻 那一樣,復刻會拿到這個星寶 那福順大冒險呢,一樣也會獲得我們的這個福順 這也是復刻的活動 那安三可以拿到安三的活動 還有東皇大富翁也可以拿到這個新的角色金箔利 這都是相對於日版是復刻的,那台版是新的 那相對於日版這個是最全新的活動 蠻糾疊疊了,他最後可以獲得普風 好,我們先來講一下這個共鬥 皇家女不對要怎麼玩 其實這個活動很簡單 他就是分了不同的難度讓你去打 然後你進去打呢,是直接安排你的角色 直接進去,也不用打到鐘 是直接打王 所以在初級的過程中是非常的快速的 所以你可以快速去累積點數 每一關的難度會有不同的點數 當這個伺服器的點數 累積到不同階段的時候會給你不同階段的獎勵 這是整個伺服器共同去打的一個分數 那再來這個PD累積呢 這是你個人的累積報酬 那不同的累積報酬也會有不同階段性的獎勵 那最後也會給你一個新寶作為獎勵 那今年很不一樣的是這個復刻呢 難度做了改變 他從簡單、普通、難、甚至到ES 在不同等級上面有做了調整 那ES最難難到了125級 非常誇張 那這ES跟以往的關卡戰鬥是不一樣的 他是著重在你的傷害 傷害量去換算他的一個分數 所以在60秒的戰鬥裡面 要嘛就是旗艦大破 要嘛就是你打爆對方 所以可以獲得大量的獎勵、點數 那這邊ES是可以上所謂的潛水艇 也可以使用貓咪的科技 所以這邊ES就是看你可以打多少 拿多少分數 那你要去打ES呢 就必須要用這個特別的戰鬥券 初級才可以獲得這個特殊的獎勵 那如果沒有的話一般來說是不會給你獎勵的 那這個特別的戰鬥券呢 就是在每日的任務可以獲得 所以是固定的 每個人都是固定的一個戰鬥券 要打不打都可以 那這一次除了以往會給你這個381連裝砲改之外 還有這個113的對控砲 那這次聽說好像在初級的獎勵裡面 也會增加這個強化油壓墮 還有一個新增的1134連裝高腳砲 這東西從來沒有出現在過遊戲 所以這次的共度活動 想必這個裝備算是蠻稀有的 我也是蠻期待這個裝備的 好這個符順大謀劍也很簡單 就是你每天登錄 登錄第一天可以送十次 那第二天開始就是每天送五次 那你可以雙擊腰桿去打這個怪獸 那不同的按鍵可以觸發不同的招式 那總而言之最後一天可以打倒這個年獸 拿到這個符順的獎勵 其實還蠻簡單的 隨便打隨便按都會播 好再來安三的繪圖日記 其實也是很簡單 就是根據你的有耗量去換的這些顏料 然後在指定的時間內 把這些顏料作畫全部塗完 塗完之後可以領到紅包 紅包裡面可以隨機開到紅尖尖跟資金 所以你的有耗最多要花到15000可以完成所有的畫作 其實在打活動的過程當中 15000拆成兩個禮拜的時間來打是一定可以的 好接下來東皇大富翁一樣 每天登陸會送你五個骰子 那你就走五次之後可以獲得一個紅包 然後地上的格子其實都可以採到不同的一個隨機事件 有的可以獲得金錢 有的可以獲得紙菜 油料 不等 所以這是一個相對簡單的獲得材料的一個小活動 好 那最後一個蠻舊疊疊的熱 是以往到現在從來沒有參與過的 所以看起來感覺像是可以把這個角色疊起來 疊得越高越好呢還是怎麼樣 那一樣這個完成七天小遊戲之後 可以獲得一個新角色普波 所以這個角色普波呢也是 就是只能從這個小遊戲去獲得的 好接著我們來講一下有關復刻販賣的部分 首先2019也就是去年的這個春節Skin呢 上了很多 那有這個Lavi啊 背法的Live2D 然後還有君主 那這個金柏莉剛剛講的它是活動可以獲得的 你玩那個大風玩到最後可以獲得一個金柏莉的Skin 那其他都是要買的 那2019其實出了很多件 有這麼多件 然後還有一個太原也是Live2D 所以有三個Live2D 那接下來這個2018的部分 它其實已經變成是一個常駐的販賣模式 所以不用說它應該是不會打折 那常駐就是直接照規定價在賣的 那台版的話可能因為沒有這個聖路里斯 那怪奇不會販賣 那其他有相關的角色 台版應該也都是直接常駐的 好接著我們來看一下今年的限定建造有哪些 好首先看到我們這個金皮的這個青群 皇家青群呢是我們的戴朵 它跟我們天狼星一樣是姊妹劍 其實你可以從它的外觀身材應該不難發現 他們是一樣相當的兇狠 所以一脈相承 再來是一樣皇家的紫皮女僕 青群這個格洛斯特 也是一樣相當的兇狠 再來美國的這個藍皮居足鮑威爾 這也是弗萊切的一員 所以你看看它的露露的大腿 應該不難發現才對 還有這個美國的紫皮青群 碧洛爾格西 它其實是一個克爹級的後裔 所以想必應該跟克爹級一樣 相當的好用才是 好最後我們來看一下今年新增的這個 新年的Skin有哪些呢 好首先我們先從Live2D來看 今年鋪增最高的Live2D 當然就是屬於我們的大鋒啊 你看那個鋪之欲出的雙鋒 還有那個大腿真的是不行啊 還有我們這個科研二旗的無姬 哇這個牧師優總算是開始工作了 終於有無姬的Skin啦 而且還是Live2D 增香 再來第三個Live2D是我們的雪風 原創的角色其實就是有Live2D 尤其是那個耳朵 是非常的靈動的 好再來當然過年 冬皇一定要來出Skin的啊 平海 這個蘿莉配黑絲 而且還小肉胖子 這個絕對必定要下手才對啊 他的姊姊明海也是一樣會出的 好皇家的雀傑 其實之前就已經有出一件學生了 那這次出了旗袍 又把他的身材展露無遺啊 再來是這個黑王子 這個黑王子可能會讓我背上不少的黃標啦 你看那個黑絲 看那個大長腿大叔兄 還有這個大家的偶像光輝 這個光輝 為什麼不出成Live2D 其實我覺得他的質量非常的高 如果出成Live2D 一定可以跟這個大鳳殺的你死我活才對 可惜啊 再來是本季的黑馬天狼星 這個天狼星真的是非常危險 這個應該是YouTube的底線 黃標的一個 甚至是紅標了 我很怕說這部影片因為他出現 而害我直接被BAN 好接著是科研傳的最大贏家 所以這已經是他第三件的Skin了 前面已經有Live2D 加上二週年 這一次連這個農曆年他也要 只是說瑪雅吉威的親媽 非常的疼愛他 好 重音的比瑞 其實這個比瑞也是第二件 相當的不錯 其實這個畫師很常畫這種裸足 我覺得他畫裸足非常的吸引人 再來鐵血果然沒有孤兒啊 前面出了這個魅魔的格奈 那這次莎安霍斯特也是不黃多朗 直接來一個黑色旗袍 好再來是我們的德意志 德意志其實自己也出了蠻多Skin的 前面有活動兌換的 然後也有Live2D 二週年也有出 那連這次的農曆過年他也出了 所以他也算是一個鐵血的大贏家吧 好 本次出登場這個比諾克基也是 擁有這個過年的新衣服 還有我們的新的美國佛萊切小隊的巴威爾 也有一個新的衣服 最後是我們的格洛斯特 那在解稿日之前 日版是還沒有釋出這個宣傳圖 所以我利用這個路版的宣傳圖 來當作範例 那可以看到這個皇家女僕 真的不是蓋的 我說你皇家到底是吃什麼長大 怎麼每個人都這麼的兇狠 皇家的伙食真的很好 每個都又兇又大的 好最後是這個易仙的結婚衣服 這個之前好像在網路上有穿過類似的同人圖 那最後也是訂稿為這樣的一件 所以恭喜那些喜歡易仙的玩家可以結婚了 那作為本次農曆年的活動贈送是這個木月 所以這個是活動贈送的 你也不用花任何的錢去買 好以上是這個2020年農曆年的所有SKIM 新增SKIM你如果全都要的話 大概你要花一萬四千多賺 來買這個全部的SKIM 那台版的部分台版因為還有包含一些舊的 新的 所以全部包的話也要大概花一萬四千五百多賺 當然啦 年中花在老婆身上總是好的 她是跟著你走 跟著你一輩子的 所以不用虧待你老婆吧 最後等季還有一個改造 Amazon的改造 終於這個船也出現改造了 這樣看起來好像所有BUFF經驗的角色都有出改造了 還有這個我們的動畫BD購入特點 這個背法也有出一個只有BD的特點兌換 這是完全傳統的皇家女僕服裝 那看來有些聲勢應該也是HOT這種口味的 剩下其他的一些瑣碎的就是一些什麼 商城的限時上架包含了2019的福袋 2020的福袋 然後石油包建造包家具包 那二月的登陸獎勵也會變更 那會變更常良的SKIM 這個悠閒春日 現在是沒有看到她的圖片 可能之後會放出來 那還有今年的主題家具也會上市 那去年前年的也都會復刻販賣打八折 那這一次直接新出的角色戴朵 也會出他的角色語音 還有這個我們天壤星的SKIM也會出 所以他們撈錢撈得特別快 一定是玩家一定會買下來的SKIM 他一定會優先把這個聲優先實裝上去 好啦相信這樣子的簡單的介紹可以幫助你大概了解一下 本次這個農曆的活動有哪些新創的東西 好那在這邊先預祝各位 這個金屬年發大財 恭喜發財 那建造都能夠一路亨通 那我是草莓牛 我們過年後再見啦 掰掰